胆囊的主要功能是储存和排泄胆汁 这一功能针对消化和吸收脂肪至关重要 肝脏负责产生胆汁 胆汁浓缩并储存在胆囊中 然后在进食时排入到小肠中 帮助消化食物 因此胆囊是一个即使切除也能继续生活的器官 但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你的身体适应无胆的状态 没有了储存在胆囊内浓缩的胆汁 而进入小肠的胆汁浓度较低 这可能会导致脂肪性消化 吸收不良 并可导致负胀不适 但良好的饮食习惯 能有效避免胆囊切除术后的上述症状呢 胆囊切除后的四个注意事项 胆囊切除术后 怎么吃 吃什么 吃多少 就是咱们做回健康真勇士所关心的问题了 第一 手术后住院期间 认真遵循医护人员关于胆囊手术后 饮食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应从流脂饮食向固体饮食的转变 第二 若出院后在家中康复的话 你需要慢慢地引入各种食物 首先应该吃流脂饮食 当你开始感觉好点时 你可以慢慢地将固体食物再次引入你的饮食中 但是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遇到腹胀 腹泻汗胀气 你可能需要暂时避免某些食物 大多数人在接受胆囊手术一个月内就可以恢复正常饮食 第三 哪些是要短期内避免的食物 哪些是需要慢慢引入的食物 所谓要避免的食物包括高脂肪食物 如油炸类食品 如炒菜 炸薯条等 高脂肪肉类如香肠 如含脂肪多的肉类 稀释火腿和排骨等 高油脂制品 如奶酪 冰淇淋 奶油 全脂牛奶 肉汁 巧克力 火锅油等 需要慢慢引入的食物 主要为 穀物 全麦面包 坚果 种子类食物 豆类 香蕉 苹果 西兰花 菜花 卷心菜等 第四 避免吃大餐 因为你的身体不能像以前那样 储存那么多的胆汁 胆汁的浓度也稀释了 少食多餐可使食物更容易消化 辛辣食物也可能倒入 导致胆囊摘除一段时间内消化不良 胆囊切除树后 鸡蛋到底可不可以吃 一个蛋黄含有大约4.5克脂肪 可能占到胆囊切除树后 要求的地质饮食每日脂肪摄入量的一一食 但有些人因为胆囊切除手术后 不能耐受其高浓度的脂肪含量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少吃为妙 腹腔进胆囊切除手术后 短期内消化功能受到影响 需要进食清淡的 容易消化的食物 以少量多餐 逐渐过渡到正常饮食 待消化功能基本恢复后 要放开思想包袱 胆囊切除术后 通过大量长期观察 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正常的饮食结构 人体完全能够承受 在适量的原则下 并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 良好的饮食习惯 能减少胆道系统结实的发生 合理控制饮食 晚餐适当控制脂肪的摄入 早餐适当丰盛 保持三餐相对规律 多食用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多饮水 注意膳食平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